乔武德区 修和弗尔斯租住的那栋房屋内 弗尔斯刚敲定新书开头 心情不错的准备犒赏自己一根香烟 而这个时候 修推门进入了书房 吸烟有害健康 修抽了抽鼻子道 弗尔斯见他脸上多有疑惑之情 没做争辩 转而问道 你好像遇到了事情 修抓了抓自己毛操的金发 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之前那个人联络我了 就是在A先生召集的聚会里把治安官配方通过别人卖给我的那个人 他给了我一个还算简单的任务 初始报酬是30磅 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暗藏的危险 弗尔斯略作回想道 那个人啊 他背后应该有一个组织 可为什么会想着拉拢你 就不怕被你的智商牵连 导致整个组织完全负面吗 你也没什么可以被图谋的东西啊 长相勉强还行 但个子太矮 大概就一条命比较值钱了 而 什么任务 修早就习惯被好友打击 无视了他前面的话语 直接回答起后面那个问题 调查最近有谁打听过卡平的事情 卡平 那个该被吊死 不 该被处以火刑的人口贩子 弗尔斯虽然不是赏金猎人 但搜集素材是作家的本能 所以他经常会让修讲述见闻和传言 修点了点头 是他 不过他已经死了 好像还死得比较惨 怎么死的 被小刀一点点割死的 弗尔斯颇为高兴和好奇的问道 那个人没有详细描述 也许明天的报纸会讲 修想了两秒道 他只提了现场的特殊情况 说卡平的尸体被撒满了塔罗牌 脸上则覆盖着审判牌和皇帝牌 审判牌的意思应该是对卡平进行审判 结果是死刑 皇帝牌代表什么 那个凶手 不 那个英雄的身份 畅销作家弗尔斯本能的解读起案发地点的独特布置 突然 他愣了一下 塔罗牌 尸体洒满了塔罗牌 弗尔斯猛地联想到了自己刚加入不久的那个隐秘组织 塔罗会 不会是我们内部哪个成员做的吧 可没有代号皇帝的成员啊 如果确实是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发现塔罗会的痕迹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只存在于灰雾之上的隐秘组织 弗尔斯思绪翻腾 有惊喜也有忧虑 克莱恩在逝者的引领下 进入了那个熟悉的起居室 房间内依然只有一根蜡烛 昏黄的光芒将四周照得宛若鬼故事里的场景 在配上一个个套着黑色长袍 戴着铁制面具的神秘人 这种氛围就更加浓厚了 刚一踏入这里 克莱恩忽然有了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他觉得那摇曳的烛火在盯着自己 他觉得那火焰会一下爆开 点燃自身的头发和长袍 他觉得突渡窗后静静垂落的脸部会猛然荡起 笼罩住自己的身体 遮掩住用于呼吸的口鼻 强行憋死自己 什么情况 克莱恩一阵恶然 高度紧绷 这算不上危险预感 却又是难以回避的直觉 克莱恩小心翼翼找了个位置坐下 屁股刚触及椅子表面 他就感觉那椅子会霍得爆开 一根根粗大的木刺将随之贯穿自己的身体 这让他想到了在地球时看过的几个视频 劣质的气压升降型座椅爆炸 刚杆和碎片刺入了主人的屁股 钻入了腹部 整个场面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为什么总是会有这种不好的联想 难道是之前战斗里灵体受伤带来的负面影响 克莱恩若有所私地环顾了一圈 发现胖乎乎的要是这次还是没来 出了什么事情 或者已经离开了贝克兰德 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两句 听到智慧之阎老先生宣布聚会开始 接下来的时间里 克莱恩时而觉得天花板上的吊灯会斜着坠落 砸到自己头上 时而认为智慧之阎老先生面前的茶几会忽然横移 绊倒自己 时而怀疑身边的聚会成员充满恶意 随时可能抱起发难 这让他坐立不安 既警惕又疑惑 根本没什么心思留意各种或成功或流产的交易 如果说危险预感是偶尔震动几下 提醒你有消息进来 有电话打入的手机 那现在的莫名其妙直觉就等于时刻不停的电钻 抖得我难以放松 无法关注别的事情 克莱恩试图揉一下额角 却触碰到了冰冷的铁面具 这个瞬间 他觉得自己的铁面具会突然凹陷 紧贴住脸庞 一直嵌入大脑里 真是因为灵体受伤 产生了幻觉 克莱恩皱起了眉头 他原本想在这个聚会上 提出求购千面狩猎者脑部一变垂体和血液的请求 但身陷如此状况 只能谨慎放弃 虽然智慧之言老先生组织的聚会层次不高 大概率不会涉及千面狩猎者这种较为高级的怪物 但克莱恩相信这里不少成员还参加了别的聚会 或许能接触到相应的情报和线索 坠坠不安中 克莱恩以旁观者的姿态参加完了这次聚会 他刚脱掉长袍 摘去面具 离开那洞房间 之前那种所有人所有物品都要迫害他的莫名其妙直觉 却一下消失了 诡异消失了 这 克莱恩瞳孔微缩 确认刚才那种现象不是源于灵体的受伤 否则他没可能内外两种状态 他怀疑举行聚会的起居室内 有一个看不见 感应不到 异常恐怖的人和物存在 于是刺激到了拥有占卜加灵感直觉和小丑危险预感的自己 但又由于对方的压制或者特殊之处 这种刺激以联想太丰富的形式出现 没让自己警觉 会是谁呢 这也太可怕了吧 仅是存在本身 就让我有了点类似失控前兆的反应 克莱恩不动声色远离了智慧之眼老先生那栋房屋 向着最近的街道行去 忽然之间 他有了个猜测 这附近是勇敢者酒吧 我 沙伦小姐和马里奇杀掉的怨魂史蒂夫等人就负责监控周围区域 他们的死亡必然会让那个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愤怒 并将目光投向这里 投向活跃于勇敢者酒吧附近的非凡者 刚才那个是他 还好我今晚用了生物毒素瓶和太阳凶针等物品 而为免被占卜到 将它们留在了灰雾之上 否则 结果不堪想象 刚完成了一场不可能表演的魔术师会直接死在这里 非凡者的世界真危险 圣丰大教堂内 艾斯 斯内克书姬主教看向面前的代法者小队队长 阴谋不含情绪地问道 卡平是谁 为什么他的别墅会有地下监牢 那位代法者小队队长当即回答道 一个富豪 传闻与多起少女失踪案有关的富豪 他被怀疑是人口贩子 且私下还在做奴隶贸易 那个地下监牢证明了传闻 一个人口贩子为什么会得到好几个非凡者的保护 而且序列不算低 斯内克书姬主教追问道 阁下 这有待调查 我们试图用非凡手段寻找线索 但都失败了 代法者小队队长有些胆战心惊地回答 我也是过了 斯内克书姬主教没有责怪他 这位风暴教会的高层顿了顿道 继续追查此事 还有 找到那个序列6或者序列5的幽灵 等到下属离去 斯内克书姬主教提起刚笔 在记录本上写下了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卡评 人口贸易 塔罗牌仪式 奇怪但序列不太高的幽灵 隐秘的图谋 皇后区 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 奥黛丽正等待着女仆切割食物 忽然听到习惯于在早餐时看报纸的父亲霍尔伯爵笑了一声 卡评死了 他是谁 奥黛丽睁大眼睛 开口问道 其实 他对卡评是谁一点也不好奇 单纯只是配合下明显有交流欲望的父亲 这既是女儿的特长 也是独心者的本能 一个私下里可能是人口贩子的富翁 他和某些人关系不错 喝 霍尔伯爵青笑道 他昨晚被人杀掉了 现场有明显的审判痕迹 所有报纸都称呼那个凶手是侠盗 侠盗黑皇帝 嗯 这是以古代所罗门帝国统治者的代号为他命名 侠盗 侠盗黑皇帝 黑皇帝 奥黛丽瞬间就联想到了那张目前属于于者先生的亵渎之牌 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接触过的最高层次物品 他豁然对卡评被杀案有了兴趣 听起来很有意思 虽然这不合法 但我还是想说一声 那个侠盗做得真漂亮 无 爸爸 过程呢 警方和教会对应部门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我也还没和他们见过面 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 侠盗穿着黑色的盔甲 戴着漆黑的皇冠 身后有铜色的披风 他进入卡评的别墅 不仅盗走了保险柜里的所有财物 而且还盗走了卡评和他那些罪恶手下的生命 解救了被关在地牢里的少女们 他在卡评的身上撒满了塔罗牌 最显眼的是位于脸部的两张 一张是审判 一张是皇帝 霍尔伯爵拿着报纸 微笑描述道 塔罗牌 审判牌和皇帝牌 奥戴利的眼睛陡然发亮 PS 下张预告 什么 保险柜 克莱恩看着报纸 险些脱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